我們藉由陪伴 讓我們的國中生、高中生 能夠更認識、更瞭解自己 所以我們的課程呢 我們會有幾個重要的活動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道場化的火力 就是雖然是玩遊戲 但我們都會融入這一個道場裡面的內容 與眾多學們今天帶著活動就叫做 修長治平 來,各位姐姐看什麼叫修長治平吧 在大學裡面講到要怎樣 修身其佳、治國、平天下 但我們又不斷的進化 所以我們就搭配一個遊戲叫進化拳 藉由猜拳 然後不斷的再提升 藉由這個方式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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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大家 讓小朋友知道說 原來休息的進程有這個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有選擇定義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喜歡看影片嘛 所以我們挑選好的影片 我們不是讓他們隨機的選擇 我們挑好的內容 讓學生去看電影 而且看完之後 我們還會去做討論跟分享 進一步呢 我們就會留下面 生活化的這個道場的課程 因為呢 我們知道青少年班小朋友 他們比較不喜歡聽這個 這個太深奧的道理 或者道理離生活太遙遠 所以我們就邀請很多年輕小師 來分享生活化的道場課程 那當然 就是叫什麼 還會說